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部長 今天我們要來拼的電影是 《安娜貝爾 造孽》 《鬼關燈》導演大衛·桑德伯格的 第二部恐怖驚悚作品 故事是在敘述一名專門打造洋娃娃的工匠與他的妻子 在痛失愛女的多年之後 夫妻倆在偶然的情況下 好心的收容因為孤兒院突然關閉 而無處可去的一名修女 以及庶民女孩 這群孤兒院來的女孩們很快的 就成為洋娃娃工匠夫婦收藏的 安娜貝爾所鎖定的新目標 我想應該蠻多人都真的已經知道 就是我不太看恐怖片了 但是這次呢 因為想說我漸漸應該開始要來挑戰了 所以呢 我就來看安娜貝爾造孽了 故事的一開始其實我們就看到 安娜貝爾這個娃娃本尊是怎麼樣被創造出來的 看到慕倫西家怎麼樣痛失可愛的女兒幣 悲劇發生過後 發現女兒可以透過這個娃娃 用一種方式重新回到這對夫妻的生活 也因為 這對夫妻對於女兒的思念太過強烈了 認為看到女兒一切都滿足了 しかし 沒想到這只是一個惡靈想要利用這對夫妻對女兒的強烈思念 來達到戒失還魂的目的 這也是為什麼安娜貝爾這個娃娃會變得如此恐怖 這電影的前半段就是一直無止境的一個驚嚇橋段 也應該算是就是驚悚片裡面的一個非常經典的一種套路 雖然說我不太看恐怖片 但是對於恐怖片的一些架構 其實還是略懂略懂 很多事情在發生的時候呢 你就想要跟主角說 欸欸欸千萬不要過去千萬不要過去 但是主角還是過去了 然後就被嚇得不要不要了 那這電影很多故事跟很多悲劇跟情節 就是因為主角的一個好奇心 然後就發生了 導演非常會運用音樂音效 以及敬畏構圖來製造恐怖的氛圍 雖然我很多段都是瞇著眼睛看 但是還是有看到導演時常會留一些空間 讓你感覺這邊應該會有東西等一下會出來吧 那個過程感覺就很像在做雲霄飛車 就是在爬坡的階段呢 你已經看到後面微大坡就是會 哇掉到一個無底的深淵了 但是在爬坡的過程中就是會一直慢慢 慢慢建構慢慢醞釀 慢慢就是越來越恐怖 然後要準備掉下去的時候 就非常恐怖 就驚嚇的東西就會一直來 很多音效就開始過來 而當嚇完之後呢 當你鬆了一口氣就發現說 哎呀就是好像事情還沒有結束了 那在這之後呢 可能另外一個嚇人的循環就又開始了 那電影的前半段就是這樣子的循環 一直不斷的不停 所以其實看這部電影前半段壓力真的還蠻大 你會想說這環...這循環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 那當然在這恐怖橋段 中間有一些部分還有一點點 還有安排一點點一些 會讓你舒緩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部分甚至讓整個聽樂的人就開始笑 所以它的安排就還蠻巧妙 就雖然說好笑 但是不會影響到就是整個恐怖的氛圍 算是一個有舒緩的動作 還蠻適合我這種觀眾朋友的需求 因為看這種壓力很大的 偶爾就是需要這種東西 才能夠讓心情好好舒緩一下 而到了中後段這些恐怖的事件 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的時候呢 就是有點像是看到這些鬼 漸漸的已經露出它的原型之後 我覺得反而就不像前面那樣子那麼恐怖了 就是聲音會非常的大 很多尖叫聲很多碰撞的聲音 然後事件就不斷的發生 畢竟這個電影我覺得 它的恐怖並不是來自於這個娃娃的本身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娃娃 其實是被一個惡靈附身在上面 所以很多時候這個惡靈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娃娃反而就比較沒有那麼恐怖了 不會像之前有一個很經典的恐怖 像鬼娃恰吉 你就知道說這個恐怖呢 就是來自於這個娃娃本身 所以就是為什麼後面有一些橋段 你看到這個娃娃的一些舉止 你反而會覺得很萌很可愛 所以真的是完美啊 但不得不說這個導演在氣氛的醞釀上面 真的在前半段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前半段的表現是優於後半 在進場之前呢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電影要開啟一個新的宇宙 對 又是一個宇宙了 就現在所有的電影呢 就是怎麼樣都是想要把它變成一個宇宙 那這個宇宙呢 就叫做立陰宅宇宙 那我們都知道 阿娜貝爾造孽其實是之前的電影 阿娜貝爾的前傳故事 電影到了接近片尾的部分 也順利接到阿娜貝爾1的故事 那在阿娜貝爾造孽之中 被鬼附身的Janice 經過了12年 這個鬼又回來了 而把她領養她的這個父母給殺掉了 殺掉的過程有製造一些聲響 讓住在隔壁的Mia 請她先生去隔壁看一下 那這個Mia呢 就是在阿娜貝爾第一集裡面的女主角 那之後Janice又自殺了 自殺之後這個血有滴在阿娜貝爾這個娃娃身上 而這個血就也順利讓這個鬼 又重新附身回到這個娃娃身上 而這個第一集的故事呢 就這樣子展開了 也透過阿娜貝爾造孽這個電影 我們能了解說 喔原來這個娃娃喜歡寫紙條 就是傳達一些指令 這個行為就是從Moulin家的女兒B 所傳承下來的習慣 那這部電影還有做另外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她把真正的阿娜貝爾的那個娃娃給 給帶出來了 因為原本的阿娜貝爾的這個故事 就是拿這一個娃娃當作是一個背景 就是拿這個來寫一個新的故事 所以她用了另外一個新的娃娃 但是在造孽之中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原本這個原版 真的有被關在一個箱子裡面 封印住的這個 安娜貝爾的娃娃正版呢 有出現 也算是在跟觀眾說 OK這個娃娃到最後呢 就是會在利陰宅裡面之後的那個華倫夫妻 她就是被關在華倫夫妻的地下室的 那一隻是同一隻的 是有連起來的 但是這個目的呢 當然就是要連結這個利陰宅宇宙 因為華倫夫妻他們兩個人在地下室 其實有封印很多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很多 很恐怖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電影想要利用這個華倫夫妻 這個地下室的一個東西 來建構一個利陰宅的世界觀 而電影到了片尾畫面 也向我們預告說 接下來他們下一個作品想要去做哪一部電影 我們看到畫面上有個字幕寫著 是發生在1945的羅馬尼亞 一個教堂的地底下呢 蠟燭一一熄滅 然後我們最後就看到一個恐怖的修女出現 也預告了即將要拍攝在 《利陰宅2》出現的修女的另一個前傳故事 那《利陰宅2》呢 是發生在1977年呢 所以可以知道 這將會是回到32年前去做一個了解 說這個修女呢 是怎麼樣變成現在這副德性的 而這個修女呢 也似乎跟阿娜貝爾造孽中的那個夏洛特修女呢 有些許的關聯 在電影之中他們有拿出一張照片 然後裡面就有指著就是這樣旁邊 右邊想說這個人是誰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照片就是 就是在《利陰宅2》出現那個很恐怖的修女 那這個修女的恐怖電影呢 預計是在2018年上映 而整體來說呢 這部電影的氣氛營造得非常好 如果你是要以一種娛樂性很高的這種恐怖驚悚片呢 這部表現算是可圈可點 普遍的評價呢 也都比之前的阿娜貝爾還要好 至於其他系列的連結上 他也沒有帶到太多 但是還是有讓你知道說 欸這個修女要來了 所以他並沒有像很多其他電影會犯的那些錯誤 就是會很硬的想要把其他的宇宙的東西 其他的內容給硬塞進來 那導演呢也在前半段的部分 利用很多構圖跟一些音效去成功塑造一個非常恐怖的風格 我覺得這點算是這部電影表現算是最好的一個部分 我個人呢還是會比較偏向喜歡看一些有不同場景轉換的一些敘述方式 除非你如果是在一個場景裡面有非常強的一個對話過程 或一些人跟人之間的一個關係的互動 要不然像這種片就是全部的人就是關在一個地方 然後在不同的房間遇到不同恐怖的事情 我覺得對我來講這就是被嚇 對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來看這部電影就是要被嚇的 就要感受那個恐怖分 我覺得這部是有做到他該做的事情 最後我給這部電影7.6分 也算是成功挑戰了一部恐怖的作品 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呢我其實是帶著耳機 雖然我還是聽得到聲音只是聲音沒有這麼的強烈 因為我其實之所以不太喜歡看恐怖片的原因 就是我不喜歡那種那麼突然的一個聲效效果 或者是聲音去嚇人 我不喜歡這種東西 但對於裡面的故事是還是很有興趣 就是不喜歡那麼直接那麼暴力的一個聲效效果 好了以上就是這次的影評 如果你對於這部電影有什麼感想或想法 或者你對於未來的作品 你對哪個恐怖系列非常期待呢 記得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喜歡這個影評記得給這個影片一個讚 並訂閱部長影像研究室的YouTube頻道 旁邊有個小鈴鐺記得點一下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上傳的新東西了 我是部長 不久喔